第1697集 占天地异性阑珊 魂芒一个 五福当道 难怪 三界的道越来越虚浮 你很讨厌啊 方平低骂一声 为何从你眼中看出了一些鄙视我的意思 他妈的 这眼神以前也看到过 每次遇到不认识的古文字 都会有人鄙视我 老王铁头老姚秦凤卿 这些家伙都鄙视过我 占天地这混蛋家伙 之前还挺佩服他的 当然 也暗骂他是傻叉 可现在自己居然被他鄙视了 真让人恼火 方平瞪着占天地 占天地也不在意 依旧带笑 结果方平忽然冷哼道 凡是笑得开心的 不是傻叉就是坏人 坏得流浓的那种 占天地失笑 自己是坏得流浓那种吗 若不是 那就是方平口中的傻叉了 没和方平争辩这些 占天地轻声道 天人戒笔快碎了 此话一出 方平脸色微变 多久 三个月左右吧 占天地看向苍穹 原本没有这么快的 不过 现在节点出现 皇者频繁降临 戒笔之力 已经不稳固 恐怕撑不了多久了 记笔破碎 三界合一 方平沉生道 本源宇宙九重天 都会合一 先是九重天 再是本源宇宙 天人戒笔的存在 西年一方面是为了 保护故地 一方面是为了限制 层次高的武者战斗 不会破坏三界 该去九重天战斗的 去九重天 该去八重天的 去八重天 否则 皇者交战 就如西年 天界破碎 地界破碎 人间破碎 原本保护故地 限制强者的天人戒笔 后来则是有了别的作用 什么 方平看着他 其实心里已经有数 不等占天地回答 轻哼道 隔离人间的壁垒 算是 占天地也不意外 他能想通这些 轻声道 等到本源出了问题 戒笔变成了 全境人间的存在 三个月后 你们撑得住吗 方平沉默 怎么可能啊 三个月后 哪怕自己可战 皇者又有何用 三个月后 哪怕人族都在 充满生命力的 环境下修炼 又能修炼到什么地步 三个月太短了 短得超乎想象 战天地轻笑 皇者 而今的我也无法奈何他们 纵然能杀一人 又能如何 皇者并非一人 杀一人无用的 此话一出 方平这些人眼神都变了 好大的口气 杀一人能如何 皇者这些人当年是破旧没错 可现在可不是 哪怕皇者 现在气血恐怕都要超过六千万卡 这可不是三万年前刚正道的时候了 战天地的投影口气倒是不小 战天地却是没解释什么 又到 而今的我 唯一能做的 便是为你们争取一些时间 方平看着他 你想做什么 目的是什么 不想做什么 只是希望三界能少一些杀戮 少一些死亡 三界的天总是血红色的 蓝天白云 很久没看到了 人间是故地 也是故土 更是故乡 还是希望故土长存 莫要为了种子 葬送故土 说着 没理会方平看向灵皇 轻笑道 你想见天地 我送你去见他一面如何 灵皇微变脸色 对待天地 哪怕只是投影 他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意思 很多强者都是如此 对待同等级的人物 态度完全不同 至于方平这样的心进强者 投机之辈 哪怕实力不辱对方 他都不会服气 不过战 是那个时代的骄子 被誉为天地之后第二人的存在 此刻 灵皇面色虽然依旧泛冷 鱼气却是不再冰寒 沉生道 你要如何 送你去见他 我怕我一人之力不够 想借力一样 还望灵皇成全 灵皇看着他 再看看他背负血色长弓 忽然有些懂了 眼中露出一抹七色 很快一闪而逝 当年你不曾射出那一剑 今日已作骨 还想重现西年辉煌 剑指珠黄 这是站着一生最为辉煌和大胆的时刻 然而那一剑他还是没射出去 否则也许今日会改写历史 那一日他若是愿战 很多人会和他一起出手 霸天地灭天地 甚至当日的东皇仁皇 都有可能站在他这边 而不是如后来那般 所有人都已绝望 都改变了心思 西年那一剑没射出去 众人不知战何曾后悔 可九皇没少想过这些 那一剑是上古的一个转折点 灵皇可愿意助无一臂之力 灵皇扫了眼方凭几人 我有选择吗 没有 你这分身已经脱离灵皇真身掌控 出去之后 灵皇也会杀你 既如此 那你助我一次 我送你去见天地 完成你之心愿 岂不是比现在更好 虚伪 你占 今日也如此虚伪 可笑 也许吧 占天地异性阑珊 难难道 西年 我也不曾想过 我会苟活至今 灵皇脸色变换一阵 冷笑道 好 本宫答应你 不过现在的你 哪怕有本宫支柱 恐怕也难以做到 无妨 占天地看向后方通道 挥了挥手 通道直接消散 下一刻 众人看到了通道对面的众人 龙辩 林子 湛王 李震 王金阳 这一刻 王金阳也瞬间看向占天地 看向他背负的长弓 瞬间了然 知道了此人身份 占 两人模样有些相似 气质也有些相似 不过 也有不同之处 占天地更温和一些 王金阳则是多了一些冷力 你 占天地看向王金阳 过来一去如何 王金阳眼中神光一闪而逝 也不犹豫 瞬间破空而来 刚赶到 方平却是瞬间出现在他面前 挡住了他的去路 看向占天地 方平冷冷道 你想做什么 占天地笑了 身后王金阳沉声道 没事 我和他说了几句 老王 没事的 我想见他很久了 今日既然戒严巧合之下 见到了他 那也算是远了我一次心愿 方平眯眼 扫了一眼占天地 让开了去路 下一刻老王破空上前 走到了占天地对面 差不多高 一人长发 一人短发 气质相似 面容相似 此刻 两人都背负着血色长弓 见过前辈 见过前辈 老王微微躬身 占天地还礼 见过道友 两人起身 彼此对视 占天地看着他 好一会儿才轻笑道 比这位魔王稍微好一些 方平撇嘴 自卖自夸 老王也不在意这个 看向他道 前辈找我来 有事吩咐 吩咐谈不上 欲借道友肉身一用 此话一出 方平举刀就劈 占天地 微微一步 避开了这一刀 道友太过急躁 并非夺舍之意 随时同源 可战早已远落 这是借小友肉身一用 可以更方便一些 王金阳朝后摆了摆手 沉声道 前辈想做什么 射出西年 不曾射出的那一剑 话落 王金阳背上的战神弓 忽然消失 瞬间落入了 占天地手中 占天地摸索片刻 满是感慨 此宫还在 倒是好事 老王看着他 半赏低沉道 目标是谁 你希望是谁 方平一听这话 急忙插话道 你要射箭 你什么实力 能射杀皇者吗 若是可以的话 把神皇弄死如何 占天地扫了他一眼 却是不愿意理会 又看向老王 你不想射杀那些人 也难杀 纵然寂灭 还有复苏之事 老王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祖敌 方平要带走种子 必有皇者会出手 擒杀的 祖敌 让他回归 我愿借肉身给你一用 祖敌 其实 你也可以如天机一般 接收我一些力量的 若是如此的话 也不用那么麻烦 方平又插话道 且说你的力量 他能达到什么这一步 你会不会夺赦他 旁人谈话 频繁打断 这是不礼貌的 礼貌你大爷 别以为你和老王同源 我就不会对你下毒手 别惹我啊 惹毛了我 连你一起剁成肉片 不对 你肉身都没了 哪来的肉片 占天地语色 遇到一个不讲理的 和他讲道理是没用的 笑了一声 占天地轻笑 接受我的力量 应该会比天机稍微强一些 接近破八境 这么强 方平有些意外 算比较强了 接近破八了 方平急忙看向老王 老王没有理会方平 看了占天地一会儿 好像在盘算什么 很快开口 我祝你射出那一箭 那也好 占天地笑了 接着看向四方强者 缓缓道 诸位 该离开了 众人都是凝眉不已 洪坤这些人 也是看向方平 离开 此刻离开 只能走人间的那条通道 方平会让他们 走这条通道吗 这时候方平也是皱眉 占天地又道 再不离开此地崩碎 诸位纵然不会不都死 也会有人遭受牵连 三阶的强者不多了 再死一些更加凋零了 方平看了一眼老张 老张沉声道 可以让他们走人间过 你不死 他们不敢乱来 你死了 现在出手 还是未来出手 都没区别 那边 震天王郁闷 我不是还在吗 老子 也该撤离了 有什么不放心的 多看不起自己啊 他的本源分身 此刻还在盘坐 一时半会儿的 不会离开 可出武身 还是要走人的 张小子完全没把自己 放在眼里啊 张涛好像才想起他 扫了一眼 看向方平道 他在 那就更安全了 要不 还是一起走 说着 看向占天地 占前辈 我们离开 你一见可以 击溃种子吗 可以 若是如此做 也可以 你们都可以先做 的确也是万全之策 方平却是冷横道 我信不过他 若是他把种子收去 交给了那些黄者 黄者沿着种子 找到了真种 就在地球 今日就是地球的灭绝之日 他才不会笃信 占天地 虽然之前有些好感 可不代表 他真的愿意将未来 交在别人手中 种子 他自己去拿 要不拿走 要不自己消化 要不直接毁灭 反正 绝不会让占天地 去拿走 去毁灭 还有林黄这边 方平再次扫了占天地一眼 占天地好像和对方 达成了什么协议 对方不知道到底要干嘛 此刻想了想 还是选择了无事 占天地既然来了 灵华和占天地都是威胁 一个威胁还是两个威胁 其实没差别 关键是 方平撑不住了 秘境也撑不住了 再杀这两位 恐怕还没杀完 秘境就崩溃了 方平看向洪坤众人 冷声道 终于可以离去了 留在这儿 指不定谁就是皇者的人 回头抽了种子 交给皇者 不过离开此地之后 进入地球 诸位迅速离去 否则我若不死 休怪我无情 一声破空声响 下一刻 天机已经到了黑洞之前 迅速道 让我先走 我进了人间 马上离开 回归西皇宫 这家伙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前方有龙遍他们挡路 他也不好强闯 此刻急切道 快点 让我保证不在人间逗留 你们要留我都不留 谁要留在人间 反正他不留 去了人间 马上就走 回归西皇宫 这鬼地方 走得越远越好 好端端地破七了 现在 搞不好有致命危险 方平微微点头 龙遍几人 让开了道路 老张 顺意了一眼 湛王 健壮跟了上去 破七的天机 很是强 不过 意思一下就行 天机这家伙 会在地球 大开杀戒吗 几乎不存在 这种可能 其他人 健壮 也不再逗留 洪坤冷冷道 别忘了之前的承诺 自然不会 震天王前辈 送他们一程 此话一出 几人有些不自在 什么叫送我们一程 那边 红雨忽然道 李道兄呢 此话一出 李震忽然将手中 一颗小圆球举起 这个 迷你骷髅头 小得可爱 隐约间露出了 李主的样貌 李主真的被活捉了 此刻的李主 伤势也是惨重至极 要不然 李震也不能 如此轻易地 将对方捏在手中 李震随手 抛了抛骷髅头 吃笑道 当年没能斩杀了他 倒是有些遗憾 没想到今日 还是落在了我手中 当年 说的是十多年前 他正道绝颠 扶杀三神将的事 左神将战死 右神将重伤 李主盗灭 不过众人 也懒得多说什么 昔日的李主 恐怕是 有意如此做的 否则 李震哪能 轻易击溃他们 红雨看了一眼 李主的头颅 也是无奈 伤势很重 这次 破霸当中 救李主最惨 方平早就想杀李主了 张兄 红雨看向 老张 老张看了一眼 李主的迷你 骷髅头 淡淡道 李震 还给红雨 手脚清醒 别弄碎了 李主的脑袋 好的 李震咧嘴一笑 懂了 大家合作多年 这个不懂吗 轰隆一声 如同扔千球似的 李震用力将 骷髅头朝红雨扔去 轰隆声不断 李主的迷你脑袋 此刻正在军裂